那哪一個人抓你去廁所打你的臉 打到好痛痛 這也是這個 黃老師 三歲女兒上課回家 就指著老師照片說是壞人 仔細看臉頰還有傷 因為他說這是老師 嫌他吃飯慢就打他 白人臉頰出現 一大片紅腫 以為是小朋友自己撞到 知道女兒態度跟以前不一樣 問了才知道 我沒有吃塊心 學黃老師打桌板 還有打物 台北市這間幼兒園 被家長指控 心老師打人 而且不止一次 他們控訴小朋友沒帶餐具 就叫他用手抓 沒吃完還打巴掌 甚至上廁所馬桶弄髒 就會被打被罵 老師還要他們不能說給爸媽知道 疑似不止一個人手害 在這一側這種髒 是怎麼樣造成的 是誰打的 你一直告訴我說 不實 不清楚 不曉得 那你就告訴我是誰 因為現在這所學校這樣子 如果說不是這位黃老師 也不是陳老師 那還要拿一雙手 躲在裡面 還想去學校嗎 不要啦 那為什麼 因為老師打我 這名三歲小女童 8月3號才就讀 27號回家 練就瘀青 隔天詢問學校說不清楚 通報了社會局 遲遲沒有下文 幼兒園的部分呢 就會依照我們教育局相關的行政法令 還有幼兆法 那邊來看說是不是幼兒園有執勤 還有隱密 目前家長提告也報警 而原方沒出面 只發聲明表示一切都是不實指控 必要時也會採取法律行動 這所幼兒園在台北市小有名氣 學生就多達800人 總統蔡一文跟男神金城武 還是他們的校友 這回爆發不當體罰醜聞 社會局介入調查要釐清事情真相 藉由郭先生來臺北採訪我的